今天聽說是李斯龍會的前生榮獸 是呀 沒錯 離開了這個世界很多年了 借助這個機會 我們希望透過李斯龍會的展覽會平台 為大家 為了一般的市民 有機會介紹一下不同派的工夫 最近詠春大業 詠春業民一二 很多人都會看過電影文中的詠春功夫 究竟真實的詠春功夫是怎樣的 我將這個時間交給你 好的 其實在真實的詠春功夫來說 我相信現在來說 最近也有很多不同的意見 或者很多不同的看法 有些就說詠春是否出自少林 有些就說詠春其實是否一個榮 榮有個榮 有些就說詠春是自豪的榮 其實這些就是各有各的說法 或者這樣 我們一會就慢慢去解釋這方面 就是我們自己本身的看法 或者在W-O-Li 其實這次我們上來 當然你是想介紹關於榮春的東西 沒錯 其實很神秀 李小龍也是榮春出身的 我相信他最早是真正的敗師 真正的敗師就是榮春 其實你作為一個美術會會的會長 你自己本身有什麼想 或者是想大家交流一下 探討一下榮春這方面的東西 其實這樣 我相信電影大家看過 究竟電影裡面有多少成真 有多少成假 經常我們都會給一些電影裡面的情節 因為他會有戲劇 始終都有一些藝術性的誇張 究竟實際榮春是什麼 不一樣的 詠春是否好打呢 是否這麼厲害呢 或者究竟榮春 就是由大家傳說裡面的 梅氏太一路直到熱敏師傅 究竟榮春的源流是怎樣 我也想這一點有機會 等等高先生你和大家講解一下 其實榮春這種功夫 可不講以前的歷史 講到梁澤、盧碧、陳華信 這堆歷史 只是講講 現在電影大業的主人屋熱敏 從熱敏下來香港 到今時今日 榮春在香港發展 相信應該已經去到第四代 或者第五代 那為什麼要講呢 其實第一代 大家都知道 應該就是葉維忠師 之後就說出了 可能就是 他的 他的 兩個 兒子 現在相信 現在相信 第四代 也都會開始 向香港 襲駕 或者世界上 襲駕 也都 第五代 或者第六代 已經出來 所以短短的 大概六十年 到六十年 到七十年 湧出 其實在香港 這張世界 已經是 開支散熱 也都是 可以說 正正 就是 像電影所說 差不多 整個世界 像榮春的人 超過兩百萬 三百萬 這個 相信 都絕對不是誇張 如果 剛才 培長 你想講的 其實 榮春 是不是真的 像電影 《經濟問》中 所說的 一個打十個 我可以 很簡單的解答 一句 解答給你聽 應該說 絕對沒有可能的 一個打十個 站在那裡 給你 一人一球 你都打 人家一人一球 打過來 你都會躺下 但其實 榮春 為什麼現在來說 世界各地 這麼多人學 其實榮春 我相信 會長你也明白 其實 實用 他不著重 是著重於 暖打 大身暖打 貼身暖打 的功夫來的 是 前制獨性的功夫 所以 他的本身 各方面 都比較狠辣 這方面 就可以令到 他享用 街頭駁擊 應該是街頭駁擊下 可以發揮到 他本身 榮春的那個優勢 榮春的功夫 不同於 現在我們 一般 所謂的 擂台上的功夫 就是 泰博士 和泰博士 各方面 泰博士 和泰博士 相信 整個功夫 是針對於 不是說 加速的 但 榮春 整個功夫 是針對於 真正在街上 發揮你自己 本身 一個危機 可能是法西夫 發揮你自己本身的 本來 那個功夫來的 其實我自己認識榮春 其實是比很多門牌 我覺得是比較偷見的 因為很多門牌 我都認識過 很多師傅 我覺得榮春 他的特別之處 其實他的理論 其實很大 他比一般的 原術來說 他有一個 挺深入的理論 去解釋 他自己的功夫 和每一套拳 他們都有一個相連的關係 他所有事情 其實都不太快 說一句 在表演的時候 其實不太好看 對 大家看到 那隻手摸摸摸 到底是搞什麼 其實如果 我解釋給大家聽 其實榮春這些功夫 你看出來 你會覺得 到底是搞什麼 一個人站在頭上 手摸摸摸 到底做什麼 但是經過解釋 你就會明白 當中的實動性 和理論在哪裡 或者這樣 既然你說到實動性 和理論 不如事不如遲 我們叫師兄弟出來 好啊 大家介紹一下 好啊 開始慢慢整理 這次今天表演的氣勾 好啊 好啊 或者我們有請師兄弟出來 先 大家給他一個掌聲好不好 楊師兄 楊師妹 楊師弟 楊師弟 楊師姐 楊師兄 楊師兄 或者你向大家 代表 溫革民秀 和詠春 園會 先向大家 報告風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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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從詠春來說 我想先 先介紹這些師兄弟出來的 那我想先 今天呢 做法呢 先給 各位觀眾呢 看看呢 就是 詠春的最基本的東西 其實 詠春本身來說呢 很簡單 不會跟其他文派 有100套拳啊 刀槍劍擊 都有 詠春只是 一三套拳 這三套拳 我按 但培長所說呢 是互相行接的 另外就是 只有一個棍 買一把刀 就這麼簡單 就是打一招拳 那或者這樣 我們都想 阻礙大家 很多時間 我就想 給大家 看了 我們本身來說 最基本的一套拳 小念頭 然後我再介紹一下 何謂中線 何謂動動 好啊 OK 或者有請我們的師兄弟 先 演練一下小念頭出來 所以 這套就是 我們詠春 本身來說 一套最基本的功夫 你可以開始 這套功夫呢 本身來說 其實來說 去到 最重要的是 如何 將對手 停止 潛伏 在他的前面正路 不讓他再打過來 所以他每一招 每一式 都是 以一個手為功力 現在我們在做 這招就是 一招三招 現在我會介紹 如何用一招三招 一招三招 OK 現在是攀手 專服手 復手 護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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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其他手 是 護手 封 一招 另一招 我會介紹 看看 一招三招 四招 大招 六招 四招 六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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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綁手就是泳春的招牌過了 OK 雙手 1 2 3 1 2 3 OK 多謝 其實出小鳥頭手很簡單 麻煩你們可以回台 小鳥頭其實很簡單 就是整套牌站在那裡 三分鐘的時間 站定定玩出來 看下去好像是沒有什麼攻勢 但待會我會叫師兄出來介紹一下 我介紹之前 我剛才WK也講過 泳春的實用性 泳春為什麼不實用呢 其實泳春本身來說 就是從一個角度 用科學理論去解釋那個角度 為什麼要有這個角度 為什麼要有這個技巧 為什麼要出來 然後尋求用一個本身 因為泳春本身是有一個雷性 在一個最頑劣的環境之下 法式規最重要的一個技巧 所以就是泳春本身的招牌 或者從泳春來講 我們本身來講的實用泳春呢 是角度 中線 腰馬 角度 其實 W你都看過我們泳春 相信你都記得 我們講過五條鐘線 那或者我去考考你 好 你記得哪五條鐘線嗎 我們在香港網路上就來考考你 好了 正中間 是 然後橫的線 兩邊 我記得四條 三條 三條 一條正中 左右兩邊 然後 水平的橫線 放題先 四條先給你考慮 左右一條左 左右一條 其實 培俊都很記性 過往一趟 有時吃飯 聊天就知道 李小龍的功夫 對泳昌各派的功夫 也很熟 他基本上講了 實用泳昌的特性 中士當然 不是每天在我們土工那裡打躉 當然不知道 其實 我們的功夫那裡 是很盡著重 角度 中士 打人 防守 五條中士 為何後來五條中士 其實我們可以用一個幻想 其實現在很流行 沒有意義 我們要當我們五條中線 其實是一個VD 一個立體三合空間 所做出來的 那五條中線是怎樣的呢 第一條中線 其實呢 剛才會長所說 左右中線 其實左右中線 就是把我個人 分開 一半 就是左和右 這是一條中線 左右中線 OK 第一條中線 但有了左右 那我還要什麼呢 我當然要上下 因為人會打 就像師兄那樣 會打到上面 那我就去上下 我將師兄 例如在這裡 走不走 大家看得清楚 把手 這個很窄 上下 畫開一半 其實這條中線 其實這條中線 就說 我已經 如果我左一道 我的上和下 我都可以公道 可以消道 再加上 剛才那條 左右 已經就說 整個米字可以做 但夠不夠 是不夠的 那第三條中線 是哪裏 第三條中線 你打人 我這樣 我打到他 我這樣 可能被他打到磚頭 那我要有一個距離感 在距離感那裏 怎樣去拿位 那這條中線 就說 他和我 師兄和我之間的中線 這條中線 就是大家 在這裡 我如果想這條中線 我搶得多 變成我 就可以打到他 如果他搶得多 他又可以打到我 我不夠位 我已經可以打到我 那這就是第三條中線 OK 第四條中線 雙方打架的時候 打鬥的時候 或者練習的時候 一定是有接觸的 那接觸是哪個點 哪個示範是最好的呢 那這條是第四條中線 那其實來說 我們經常說 每隻向天的東西 一定是最淡淨的 那我這條中線 其實就是 我將我們前置的手腕 將中間分開 這個位置 是我們第三條中線 是應該的力度是最強 承受的力度 或者去擋銷人 或者工人的力度是最強 這條就是我們第四條中線 好的 我們講了這麼多 講了四條中線 都是講正緣的 那如果 譬如師兄 我側面打去會怎樣 我看了中線 不是 其實我們還有一條 第五條中線 這條中線就是 我將一個人 由我上半身 切開 其實這條就是 我們的第二條中線 就是一個 國對國 下去是第二條中線 這條中線 就說 它是防守了 我整個人 當我打他的時候 他可以消到我 各方面的人 或者可以得到我 這就是第五條中線 這個就是說 我們就將一個 其實 在併春 的功夫 是不斷地進步的 之前 我相信很多人 或者看現影 電視 或者什麼 都講中線 就是講一條中線而已 對 一條中線就不斷地 就是中線 但現在我們 用一個 比較 幻想的 一個 三維空間 這些 這些 中線 其實不是單單一條 從一條而見到 是五條出來的 這就是我們所說的 五條中線 這五條中線之後 OK了 我們就需要了 有了中線 要打人 就要角度了 角度呢 站在這裏 我相信 師兄如果站在這裏 我一推他 他的整個 非常方便 坐低一點 坐低一點 坐到那邊 四個打 四個打 你追我 你追我 追不成 不夠靈活的 在李小龍裏面 你也知道 李小龍的步伐 你如果這樣四平大馬 我相信 我走 我入了一杯茶 你想追我 你便可以追回來 那 我們可以強調 那個角度 就是135度 就是這樣 或者師兄質疑 給大家看看 135度有什麼好處呢 譬如師兄想衝 追過來 三四個打 他要馬就可以捧毀了 靈活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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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啊 一路車的位置 會了 你 對你的數字 其實很舒適 其實你可以觀察到 基本上他的角度 都是一不殺 或者一不死 這個角度 其實比較科學性 因為他保持靈活性 沒錯 他永遠保持靈活性 他永遠 永遠 永遠 就有一個角度 永遠是一個壞性 就是進去 不過師兄 我想可以跟觀眾解釋一下 在哪個位置 130度 我和你可能 是 是 沒錯 其實呢 這個位置 我這樣看 其實就是這個角度 這個關節 那個部分 就是一個側核心 一個角度 軟度就是130 這個就是慢的130 再加上 手 這個也是130 如果這樣伸直 有個方間有很多 出權是伸直的 但是出權伸直呢 他要打我的時候 如果我 有這樣的力氣 是將整個的 最後的 這個拳 是反彈回來的 其實好像很簡單 就好像一支棍 你堆到十一神 沒事的 你如果大力過去 就對穿他 但是你不大力過去 你自己會退回去 沒錯 但問題 如果搞像 低個頭 一九二度 他打我 撐到我 是 他撐到我 撐到我 是沒有那個力 但是當我 將那個力 其實 這個角度 你看看外邊的 現在的 外邊的 歐洲 美國 西方 西方 其實都是130 這個角度 剛剛把下去 是全部打了我 所以 這個就是130 130度 亦都是 如果我們的網手 他笑容 亦都是最好的一個 對 你看看 我 我撐到退後 他的網手 都未見證 這個就是130度 OK 綁完 五條中線 綁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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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考你 考我 馬步 擋了 出拳 擋了 再說什麼 再說 再說 其實 有這樣 只是看到表面 還未看到內 內涵 就是腰馬 爭角的配合 腰馬爭角如何配合 其實就是 腰馬 有130度 但是呢 我還要 需要 我本身 怎樣帶動 我整身的力量 滲透打出來 這個呢 就靠我們 老實說 就腰馬爭角 這個腰 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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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你看到 我們可以 留馬取下 當一個 例如看拳賽 打西人拳 本身他的力量 他一定是一個國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他森林拳 一定是有個霸彈 其實這個就是說 他在外國西人 可能他沒有說 是什麼 好像我們中國功夫 會說一句 都有一個名詞 那個名詞 可能你理解到 可能也都理解不到 這些就是 其實師傅講 教諾 理解到就理解不到 理解不到 就是你自己再慢慢 當然就是 我們其實所講 其實很簡單 一個腰馬爭 三個就是說 其實就是 全身 從腰 用手腕 手 這是最先的 用速度 帶到 這個竹 帶到這個角 從腰 從後面的力 如何發覺力出來 這就是腰馬爭角 就像一條鞭 就像一條鞭 手腕 就打一條鞭 另一條鞭 對 所以為什麼呢 就是說 你如果拿死 拿死這個拳 沒有用腳 一頭鞭 但如果當它鬆 沒事的 定月呢 它也有一個力量 它要打一個 隨時都可以打一個 這個就是腰馬爭角 本身來說 大包頭的意思 除了這個之外 其實呢 我們也都著重 不要看剛才那條拳 站在那裡 三分鐘 不知道在做什麼 在那裡摸摸摸 你以為你在那裡 在那裡 在那裡 好像在那裡 其實是不可以的 詠春 所有的步伐 都是從這個 所謂的二字拳揚馬 開始去轉變 那這個二字拳揚馬 開始會轉變到什麼呢 OK啦 或者我去找一個師兄 亦都介紹了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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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個馬那裡 我們可以轉變為前後馬 上 去 去 OK 那這個就是前後馬 那再呢 就是這個 知節馬 OK 或者是偏身馬 這 就是 進鋒時馬步 進鋒時馬步 那 譬如 W 駕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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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駕駛 這個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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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撿馬 其實我就把我自己衝過來 就改變了我自己的方向 這個支撿馬 那 或者 衝過來 就是 用馬步 去避開 避開 這個 這個就是 偏身馬 偏身馬 那 再之後呢 還有一個 正身馬 正身馬 衝過來 這個最基本 我就是 退後 或者 衝回 前後 保力 前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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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鋒 再有 我們 怎樣 十字位 轉變 這本身 就是整個 詠春 你所看到的 從一個很簡單的 二字 填陽馬 將它轉變成 不同的馬步 這個就是 即是 一般人想畫 又不同 以為拿去填陽馬 定不動 合了釘 其實不是的 其實很靈活 會長 所以你講得很精度 千萬不要相信電影裡面所說的東西 讓 貽民中師 電影裡面的貽民中師 站在那邊 那他可以打十個 很可能的 是 如果他可以打十個 那 我們 全世界 我們不用學其他功夫了 就派這些功夫出去打雷投就可以了 對嗎 那就是 其實 第一個詠春就是 看 就是 一個馬 就坐定地 很簡單 但是真正用到呢 其實都是很靈活的 有一個步伐 有馬步的 OK 會長說了這麼多 我們基本上就介紹了 詠春本身最基本的理念 剛才也給各位觀眾看了 詠春本身最基本的小念頭是什麼 剛才就買了個關子 小念頭 我想會長很有興趣 怎麼用呢 沒錯 摸一下摸一下 怎麼用呢 打牌還是什麼 你們念佛呢 是不是OK 或者我們找我們的師兄弟 阿喬師兄和阿強師兄 試試小念頭的殺手 我們給你掌聲阿喬師兄 小念頭 剛才你整套拳 其實不然是三節 我其實可以 還用第一節裏面的最簡單的東西 這個最簡單的東西叫做一攤三目 而這個一攤三目 其實如果做得好 根本你想埋他身 都很難的 或者我看看阿喬師兄 阿強師兄你出拳 阿喬師兄做了一攤三目 給我外部隊看看 好嗎 OK 攤手 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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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動作的內涵 那現在或者 你可以上完觀壓 情形 我給大家提示一下 大家下注一下 因為真的會很快 阿強師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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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攤三目 還有一攤三目 大家可能看不到 就是一攤三目 拍下手 就是第一節裏面 會做到出來的 這下手 不要以為這下手很簡單 其實這下手 往往最重要的 就是救命的手 往往最重要的功夫 是 我把你的手 把你的手 帶到我的後面 不讓你打擊我 你看看 我試試 好 就是拍下手 我把阿強師兄的手 我帶了過來 然後拿到他的後面 我不動 他的手 他會攬到我 其實我不動 他的手也攬到我 是我打他 但我再 很快 一打 一打 這個手 其實 剛才你們 看過 他們所謂看過 但我這個手 已經擺在上面 他出門的時候 我已經是拍 就是拍摸手 就是他剛才 剛剛 所展現的 裡面 都做到出來 或者 我們第一節做了 第二節 裡面的 四件按照 開合 開合 對 對 是 剛才的功夫 現在開一下 對 你看看 這下 OK 剛才你做這下 套路是怎樣做 其實很簡單 一開一合 很簡單 這個就是一個開合 但是開合呢 翔師兄你再打他 再打翔師兄開合 是的 就是這麼簡單 已經將對方的拳 已經吃了位 這個就是其實 在小年後 本身你說 每一個動作 我們也有個層次 也有個動作 或者 翔師兄 你助攻阿翔師兄 翔師兄會用軍手 阿翔師兄 剛才看了一下 就是 示範小鳥頭的時候 很多動作都很簡單 也不像 不知道做什麼 但是演練出來的時候 就有個特殊意在這裡 沒錯 其實現在在小鳥頭裡面 我們就強調整套劇 千萬很用力去玩 就不是好像外邊說 玩得不足行力 為什麼呢 不用力有個節奏感去玩呢 你才可以玩到一個獨獨 其實剛剛介紹小年頭的時候 就是盡港 重新說 是很重視國道的 當你玩一個強壞的時候 你一定會迷失了 因為你是追求速度 追求速度 你是肯定 除非你是大小 不是 很多時候 你會迷失了 失去國道 現在我們呢 當玩的時候 是不追求速度 但當用玩的時候 或者當練習的時候 就要速度 力度就是 剛才所提供的 要馬爭駁 和運動的速度 一起整體的步驟 那麼 剛才所硬 剛才所示範呢 其實很簡單的動作 比如說 這個動作 是一個開頭 很簡單 沒有東西的 你不知道我做什麼 因為我是水橋 但問題呢 比如說 阿條師兄打我 我整個角度沒有變得 我沒有看見 沒有變得 但問題是 他想打我 打不到那邊 一樣 到外面 到外面 我整個角度 我擺在那邊 沒有變得 我想 阿培長看得很清楚 那個角度 就是這樣 我可以轉一點 給大家 擦桌一點 就是這麼簡單 但我就吃光 站在我吃光 那兩隻手 我要打開 它吃光 我這裡吃光 外面的食材 打開 這個就是 很簡單 一個開口 已經是可以 令對方 攻擊 由攻擊 變成一個手勢 所以 球星也都強調了 小鳥頭 是不會被你埋伸的 這個就是 我們本身的小鳥頭 我們本身的強調 那個重點 那或者 強師兄 攻擊 強師兄 用綁手 不要被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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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個綁手很簡單 這個綁手 再麻煩一下強師兄 就是當強師兄 攻擊 強師兄 強師兄 就是不讓他埋伸 這很簡單 因為綁手就是不簡單 不讓他埋伸 停住他 制止他 再轉 轉手 綁完之後 就可以攻擊 所以不要看 榮春 綁手 好像 在電影 每次都是綁手 真正的 綁完之後 綁手 不夠三角 綁完之後 就馬上攻擊 不是 譬如 條生一擠打給你 綁了之後 他二擠就打給我 我不是替天罐 這個世界上 沒有人在等天罐 然後 就不可以打到 你回去了 其實真的是很大對比 剛剛 因為示範的時候 就是很慢的速度 很柔軟 但大家對面的時候 速度很快 所以 會長 你說得很清楚 很清楚 其實 明春一個女人 你想想想 她可能只有100年前的女性 每量高度 可能是五尺二三 應該是很高的 五尺二三對著一個男性 她如果不用速度 不用角度 不用內極的技巧 你想想 她有沒有可能制服一個男性 明春 我想創立這套權 我不管她是誤會好 少林好 但可以有典籍可以拆 一定是一個女性 要嚴明春 嚴明春是一個女性的 她能夠有這套權 組合出來的 一定是這套權 是在柔中大江 有一個速度 也要相信 是應該有一個很狠難 她不會讓你離開 不會讓你失去空間 因為她是女性 如果給一套男性 有反駁機會 一定 她沒有運動 所以明春來說 你剛才看到 這個就是小鳥頭 小鳥頭 就著重 一個手勢 但一間我會介紹 就是尋翹和標子 是兩個 完全 從一個手勢 變成一個公式的功夫 OK 基本上 小鳥頭 我們都說到差不多 也都介紹到 小鳥頭 本身基本的 一攤三夢 綁手 基本就是 在很多大眾外面的朋友 經常聽到的 就是小鳥頭 明明春姑姑的 攀手 黃手 紅手 接下來 那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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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馬虎晨 先聊聊天 然後 就介紹一下 床鳥的標子 我和馬虎晨 謝謝